我会看着你俩这么出场 真急发呀 动啥呀 这叫创意 你是思宜呀 我是思宜 行你别跟他直播了 我问你 咱俩这婚礼彩牌几回了 四回了 那怎么这广告一回比一回 什么意思 啥意思 对呀 广告啥意思 这不都是你的意思吗 把这些广告赶紧都做车了 快点的 你过得来老同学 我就说这玩意不行 你瞅谁家结婚去挂这玩意 干的都跟招商位似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说的吗 这我有啥包啊 我媳妇跟我说了 咱俩结婚 心事心败 不收彩礼 不收礼啊 要不然我能从你那儿借三千块钱 布置今天这婚礼现场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些广告要是插不进去的话 我欠你那三千块钱 使不上啥时候还你的啊 等一会儿来 嫂子啊 不行这玩意先别撤了 行吗 你撤 你撤一个 嫂子给你拿一百块钱 那你看 撤 敢撤一个 我扣你钱 你要这么老实 我就明白了 请不 有请二位新人 就位 张大律师是沈阳知名律师 擅长债务催款 经济九分 资格认证 专打离婚 联系电话 136137 不准黄了 不宽期 谢谢 这小狗票说的 不错呀 是不错 整个离婚律师不行 还得给他俩整个大的 咋的 小的还怕 拆不散呗 不是嫂子 你理解错了 不是那意思 咋的 你主要我哥交的 你俩婚礼现场 必须把所有广告全 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 广而告知大家 咱俩结婚了 对对对对 嫂子我哥说的没毛病 好 哥哥 来来 接下来进行婚礼 下一项 来来来 有请二位新人 面对面站好 首先 有请新郎 揭开他内心的谜底 别见了 你先说 亲爱的 我晚上睡觉打呼噜 没事吧 这么光严的时刻 你怎么能问出 这么不严肃的问题呢 早了 他说他晚上打呼噜 问你没事吧 没事 哥他说没事 我也打 打呼噜不可怕 一个船人俩问我怎么办 烧烤 去稀爬 去稀爬 怎么办 你干什么 哪个人啊 好好是婚宴之间把我变串店了 不是 那姐姐姐姐 她是啥意思呢 她是说呀 咱俩呢 是一根签子上的两块肉 你是肥的 我是瘦 对 要小鹿 要小鹿 刮十肥套 就到中间 五楼号 上天 你 我问你啊 你是跟广告结还是跟我结 你就再这样 咱们别结 结什么婚 结婚 你别生气 我今天 我干这件事 都是他的主意 我就知道 不是我老公的主意 你说吧 怎么回事 你会不会到死一 你怎么回事 对 就是我的主意 在你俩婚礼现场的时候 家的 互动环节 互动环节 这事我今次咋还互动 误会你老大兄的 来来来 继续找继续找 来快快 二位新人请跟我来 看 美酒总是最好的点缀 那么接下来 就有请二位新人 走到北塔前 共同去浇灌 你们的爱情吧 现场 单身的朋友们 难道你们不想 像二位新人一样 拥有自己的爱情吗 那么好 请登陆 老王 混练吧 那你如果过来来 我保证会不打扮 你就过来 多大 我还真的 我今天 我真的对付不了你 我这婚礼还离不开广杠了 你 过去 那我过去她也离不开广杠了 你 你过来 我过去她不也离不开吗 那她过去 谁主持啊 你 那谁当新郎啊 嗯 你啥意思 我扫了 主持啊 啊 将你们爱情的火炬点亮 你说你这个磕了八成的新郎 你这个娇艳的新娘 你俩没羞没臊地绽放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祝福二位新人 共筑爱潮 要问爱潮在何方 地铁旁 别墅房 交通便利 物业墙 地下三层 坐北朝阳 四季无光 私密性墙 好 好个六啊 我都被她俩说没了的我 老子你老激动 你给我过来给我解释 别闹 我保证我也不打死你 不是 媳妇这事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子 是啥 不是 她是咋好事的 没人愿意去 你听我跟你说 咋那套说去 给我咋那套说去 老子呀 好好的婚礼 直接给我埋足利了 你咋想起来 那我就想吃点广告 收点钱回来吗 好 我终于说实话了 跟我俩结婚就为了挣点钱 这么回事 老子为什么出这么自己招啊 我说那你咋意思 老子 我说媳妇我是真没钱呢 我再跟你最后一句 我问你 婚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婚礼婚礼 表面意义为了娶你 实际目的往回收利 说啥呢 要不要笑啊 你说那话我嫂子都不在听 再说你收利怎么就那么着急呢 白买月酒说不也能收吗 你上去 行 得 明天咱婚礼取消 不是 媳妇啊 我大点事 你这个别挤过 清帖我都发出去了 你这是干啥呀 半婚礼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